弟兄们,今天去看看美国大学的食堂啊 我在美国麻省大学,大学食堂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美第一 今天咱就去看一看啊,第一什么水平 首先得说价格,十岛一位,还自助餐 就这家,你在外边买个炒饭都不够 这个食堂每天提供二十多种菜品,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美食 而且一周七天还不重样 赶上美国节假日,大龙虾牛排吃到饱 我读博士的这五年啊,食堂就是我的快乐源泉 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来干饭 我现在饿着肚子给大家看看这有啥菜啊 现吃现做的寿司,肥牛三明治 辣闷清口,白酌青菜,蜜制鸡翅 蔬菜沙拉,芝士蛋糕 哎不是吧,中餐还这么到位,四川拌面 这厨子绝对中国人,太正宗了 里面都布置有没有,要不怎么说人家是第一呢 自助整这老些菜,还个个都不含糊 第二种鸡翅的味道发甜,有点神似西二两口吃 哎,今天没有龙虾啊,勉强来个肥牛三明治吧 听说大家都这么吃也搞 来个寿司 尝一尝他们的海红 感觉一般啊,这个酱有点多此一举 这怎么我还越吃越饿呢 没有时间介绍味道了啊 咔咔噪就完了 美味又健康啊,兄弟们 来个甜点,解解腻 哎呀这芝芝蛋糕,巨甜 再来点水果,叔叔口 这哈密瓜和当初天家哈密瓜味道一模一样啊 说得好像你吃过一样 质量这么高的自助餐才花十刀 难怪人家食堂全美第一呢 哎,就说到这儿吧,我得去吃第二轮了 对了,中国第一的大学食堂在哪呢 看起来 还有 感谢观看